老师好同学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范例7 范例7是真的非常非常常考 不管是大考学测断考 其实都还蛮常考的 我们先来看题目本身 他说假设啦 tanginαtanginβ是 这个一个一元二次放式的两个根 求下列各式的值 第一个tanginα加β 第二个cos 居然用到cos cosα加β的平方 第三个是要算这个 6倍的sinα加β平方 加4倍的cosα加β 乘上sinα加β 加上3倍的cosα加β的平方 哇好长一串啊 可是我们知道 两个根是不是有根与系数 两根核等于负a分之b 所以这边你看哦 两根核 两根核 两个相加 等于负的 a就是1嘛 b就是负4 所以负的1分之负4就是4 两根g等于正a分之c a就是1 c就是负1嘛 所以呢 我们知道了两根核 两根基 也就知道了tanginα加tanginβ 还有tanginα乘tanginβ 所以我现在就用tanginα加β的公式 1-甜甜分之甜加甜 好我把该带的带进去 好答案就是2 好那这样可以吗 那你自己 我当然讲很快了 你影片自己按暂停 自己再算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笔记 对不对 我讲很慢你不是睡着了吗 好再来第二个cosα加β的平方 这个讲到cos的平方 那我们要先算cos啊 对不对 cos怎么算 你的tanginα加β是2 那我们随便画一个 其实这样 这样画 会有正负的问题 但是因为它是平方嘛 正负的平方都是正的嘛 你看哦 我再讲一次哦 我这样画其实是会有正负问题 因为搞不好它根本不是锐角 我这样画只是它的笔值会一样而已 tangin是什么 0边 因为2嘛 2就是0边分之对边 就是1分之2嘛 平方相加开根号 所以这也就是根号5 再讲一次哦 这只是笔值会一样 笔值它绝对值会一样而已 那会有差一个正负 所以cos就是这个 正负 有没有正负 根号5分之1啦 所以平方就是5分之1啦 这样OK吗 好这样可以 好 当然也有一种公式 但我觉得你不要再背一下公式了 好不好 这个不要再背公式了 这个不要 当然有另解 千万不要 我们就这样就可以了 OK 好 再来第三小题呢 要算肉肉等 肉肉等 你有沒有发现 我干脆全部大家同除以cosα加β平方 为什么 因为你同除以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看哦 六倍 我心算 我写在这里好了 六倍 这个sin平方除cos平方 不就变tangent平方吗 我心算哦 因为cos分之sin就是tangent嘛 因为平方嘛 所以这个就变tangent平方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大家同除就变这样 好 但是你要注意哦 不能乱除啊 等一下再说 加上 这里除上cos平方 那这边分子有一个cos 约掉一个分母有cos 所以分母剩一个 分子有一个sin 所以变成四倍的什么tangent 因为cos分之sin是tangent嘛 好 注意哦 我现在是大家同除以这个cosα加β的平方 才变这样哦 好 再加这个除cosα加β平方 就整个就约掉了 所以剩下加3 你不能乱除你知道吗 因为你 你大家一起除 所以你外面还要乘一个什么 乘一个乘出去 啊 这样有点跌到了 所以还要乘上一个cosα加β的平方 OK 好 这样可以吗 就是我虽然是除 但是其实我意思是 其实我把它提到外面去了 那我刚刚从第二小题知道 cosα加β平方是五分之一 所以外面要多乘一个五分之一啦 中括号 好 里面这个是六倍照超乘上 tangent我们在第一小题算出来是2 所以这个平方就是4 好 加上四倍的tangent刚刚不是说4吗 好 所以4乘4 对不对 再加3 好 那这样算出来才是我们要的答案 你看这一题就是故意的 因为我大家同除以cos平方 那就会有tangent啦 对不对 会造出tangent OK 造出tangent 那我同除外面再乘回来 这样就好了 这样应该会比较好算 好 所以最后算一算答案 是7 好 答案是7 好 同学 你这个影片按暂停 再多加揣摩一下 我相信你的数学 一定在我的带领项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进步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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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